亲近自然 回归传统 学习中国人古老的生命智慧 皇帝内经 后普中医学堂 是的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 依然是我们一起来解读 皇帝内经上古天真论 对面的仍然是后普中医学堂 唐主徐文斌老师 聊的好 听众朋友们好 在过去的几周里面呢 我们去聊到了这个女子 是以七年为一个生理周期 所以七岁啊怎么样啊 一七二七三七四七 后来呢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呢 聊到男子啊 丈夫啊 一八二八三八 是以八年为一个生理周期的 话说呢就讲到三八 胜气平均 筋骨尽强 故珍牙生而长急 特别强调啊 筋骨尽强而不是筋骨强劲 因为呢筋呢对应的是劲儿劲儿的 骨呢对应的是强啊 稍微复习一下之后呢 今天我们抓紧时间四比一词 进入四八 筋骨龙胜肌肉满壮 徐老师啊 这个筋骨龙胜为什么叫龙胜呢 龙啊是他那个就是发力的时候 我们那个把那个筋绷起来的时候 那鼓起来那个样啊叫龙 胜呢是我们讲骨髓要充盈 充满了骨髓 这个骨髓呢就是我们的精髓 它是我们生命之本 也就是我们那个精气神的筋 这时候呢男人虽然不长个儿了 个儿长到了极点 但是呢他剩下那些呢 精气呢会充实到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分 这时候男人会变得宽变得厚 体重呢也稍微会增加一些 这时候呢男人的生理呢会达到一个高峰 筋骨龙胜 就一想起来就觉得很性感的样子 我一直很奇怪 所谓性感就是一个人的肾气充盈 表现他的有很强的生育能力 这时候人流露出来的给人那种气氛 感觉甚至是一种味道 我一直啊 我们那是只能站在男性的角度来思考 我们知道呢什么东西 什么样的女性是性感的 但是呢其实我一直不能够确切的知道 男孩子肌肉丰满了 你撞的那个样子 对女孩子是不是有这个性感的吸引力 此非于言之于之乐 我一直以为写一篇好的作文 他们就觉得挺性感的 表现在性感有很多方面 是 有些呢是表现在形 就是形体的性感 比如说这男人有他的性征 如果说来一个男人 肩膀也不宽 胡子也没有 甚至没有猴杰 一说话娘娘腔 他也不性感 或者会让一些 另外有一种特殊爱好人 感觉到 不是啊 你看着现在流行的那男性偶像 不都长那样吗 这是有病人的爱好 任何一个社会会产生一种病态的美 就是一种畸形的美 是 我们上中学学过那个病美管剂 公字真写的 当时那种末代封建社会 人活得很扭曲很拧巴 他是一种病态 他欣赏的美是什么 他就欣赏不了那种健康的美 他非把那个霉啊 给拧的扭的 他多拧巴 他把那个霉闹得多拧巴 所以他欣赏 梅花的梅 梅花的梅 所以他欣赏的也是一种病态的美 当一个男人的他的阳气 或者精力不足的时候 他靠什么取得一种平衡的美感了 他靠削弱女人 所以我们古代社会最大一个病态 就是把女人的脚给他缠起来 让女人无力支撑 听听鸟鸟 弱不禁风 他欣赏这种病弱的美 所以你看一批《红楼梦》 很多男人喜欢的人 不见得都是林黛玉 身体相对弱的人 缠绵的 多愁散感的男人 欣赏的都是林黛玉 相反一些比较强壮的人 比较这种精力旺盛的人 他欣赏的可能就是 史湘云或者薛宝钗 每个人的审美 跟他的身体物质基础都有关系 我们的听众朋友 到底有多少人看过《红楼梦》呢 或者看过《红楼梦》 小儿书以外的主本的呢 真的可能不是很多 那筋骨龙肾呢 肌肉满壮 这有什么说动吗 刚才讲的是筋骨 按中医讲的骨属肾 包括骨髓也属肾 筋呢属于肝 对 这种他先说的筋骨呢 说的是 也是一个母子的关系 我们说 肾属水 肝属于木 水生木 对 下面呢就说到了脾胃和土的这种关系 就是鸡肉满壮 这个鸡和肉呢 我以前也写过文章专门说 鸡和肉 为什么我们讲鸡和肉 它不一样的 对 完全不一样 中国人描写呢 就是中国人的智慧 那个汇的水平非常高 他就说同一个东西 它处在不同的时候 或者处于不同的状态 他用的词描绘它不一样 是 你看在西方就讲muscle 对不对 就muscle就完了 鸡和肉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这样 你比如说我们说 这有个花 嗯 名字 但是呢 那个花正好绽放了 土露芬芳的时候 我们管它叫什么 是一种ing 是动态的那个状态 对 我们叫花 中华的花 我还以为是花ing的花 就是花加ing 名词加ing 它描写是那个状态 对 春华秋实 就是说春天要开花了 秋天要结果 或者我们说花而不实 光开花不结果 哦 是吧 他把这个 这种状态呢 就是用那种 有那种带有气 带有动的那个感觉 他用一个词表达出来 嗯 但是西方人 也是我英语 也没写好 我就没找到一个对应的词 来表达它 嗯 所以这个鸡和肉呢 它描写的是同一个物质 嗯 但是呢 这个物质呢 是处于不同的状态 嗯 我们北京人说话 说这人很肉 啊 常常都有 以前我们班有个同学 叫牛肉面 牛肉又面 进牛 叫牛肉面 说的就这个事啊 别人 比如说这人面瓜 对啊 说你开车真肉 啊 它肉是一种什么状态 没劲 没劲 就是那种 微软的提不起来 没弹性的那个状态 所以呢 这个肉 同样是这块肉呢 当它处于那种放松的状态的时候呢 我们说管它叫肉 可当它发力的时候 哦 啊 崩起来 你看肌肉那个肌 那个凸起那个状态 发力的时候 那个状态叫肌 所以有些人是处于老发力不放松 肌肉紧绷状态 我管它叫有肌无肉 嗯 啊 我们很多人就是老保持一个姿势 在那打电脑 最后呢 肌肉调索 一摸咯咯咯咯的 哎 这叫肌 很多人还有什么 比如说偏瘫的人 嗯 肌肉老不活动 最后呢 肌肉就松弛萎缩了 那个叫肉啊 但是呢 我们这说呢 叫肌肉的描写它 肌肉的这个状态呢 都是那种 呃 充盈 就是该发力的时候 它绷起来 该放松的时候 它又很软 哦 真是 嗯 所以不得不承认呢 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是没文化的人 鸡和肉 肉和鸡是吧 都不太一样 现在我们在超市里面吃的鸡啊 都不能叫鸡 冲起来叫肉鸡 它都没有力气的 所以是前两天 我吃了一个那个 从内蒙拿过来的羊肉 哇 吃完之后 晚上发发现了 就是晚上吃的那个 就是浑身有照劲 好 稍微休息一下之后 和大家继续探讨 鸡肉满撞 呃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之国学堂啊 讲到这个男子 四八筋骨龙胜 鸡肉满撞 满撞这两个字 有得讲吗 满就是说明他 呃 我们说这人肌肉萎缩 嗯 萎 是他不发力 对 呃 我们叫羊萎 嗯 肌肉萎 就是没有力量 所以他就是不壮 对 那个满是什么 充盈的 就是说有 有他的物质的存在 很多人就是什么 他 你不是说我们说这个 捏一捏这人的小腿肚子 对 捏一捏 胳膊上 攻二头鸡 一捏 没有小耗子 没肉 还有一种是 一按下去之后呢 一颗 一颗 肿了 打肿脸充胖 就那个时候 以前几年是自然灾害的时候 那个营养不良 你按下去 浮肿 浮肿 所以呢 他 话说就是不满壮 肌不满也不壮 哦 还是说他一个是物质基础 一个是功能 就说我们中国人 他骨子里遗传下来的一种 对问题的认识呢 他就有那种对气和神的认识 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 说这个人 哎 喜气洋洋 对啊 怒气冲冲 怒气冲冲 或者杀气腾腾 说人一两悔气 这都是我们从骨子里 就从小就潜一毛化受到影响 我们在描写他的那个状态 是那种动的状态 这其实已经 就说我们从小就有一种哲学的素养 不是光认识到了物质的存在 而且啊 意识到了推动物质运动背后的那个东西 我们管它叫气 所以你看皇帝内经 他每个话都是讲 没有 讲经 要讲神 嗯 要讲财 后面跟着个利 嗯 讲一个经 后面一个气 啊 讲个满 要讲个壮 讲那个 要讲个经 嗯 就是我说那个 啊 筋骨强劲 对 讲个强 强指他那种坚硬程度 对 劲呢 他就说他有弹性 所以呢 他整个贯穿了对物质本身 以及对物质的运动的状态的认识 我们学辩证 唯物主义 第一句话 世界是物质的 大家就 很多人很浅薄 就记住这句话 后面还跟着一个呢 嗯 物质是运动的 所以那个运动中的物质 我们就叫他气 对那个状态是有把握的 所以人 男人到了32岁 是男人的生理达到了巅峰状态 其实物理学里面也有类似的讲法 就是说比如说叫做能量嘛 工嘛 做工 是吧 就是说这个物质本身是存在的 你有这一坨东西 不管是多少牛顿都好了 但是呢 它里面呢 还有一个东西 就推动这个东西的运动 你可以有势能 有动能 或者摆得高 或者是因为 势能 我们经常说大势所趋 这个势不可挡 这个势到底是什么东西 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有这个字 就是背后的那个能量 吹哭拉朽 势不可挡 势不可挡 五八 肾气衰 发堕瓷 这个字念 一个目一个高 叫什么 搞吗 搞 发堕瓷 哭搞的搞 对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 这个男人呢 过了四八三四二岁以后呢 就开始慢慢走向这个衰落了 是吧 到五八四十岁的时候 这是 好可怜 我们要这个顺应自然 认识自然 到了高峰以后 盛极必衰 从三十二岁以后呢 生理功能就走向衰落了 所以很多家庭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就说一个男人呢 你熬他熬他了 三十六七岁以后呢 他就不再外面折腾了 为什么呢 他自己力气也不够了 能把能把家里面 这堂这事能填好 就不错了 是吧 所以就说五八四十岁 到四十岁的时候 身体就摔了 也就是说 男人从三十二岁以后 开始走下坡路 这个我自己 有个什么感觉呢 是这样 就是我在三十二岁 我大学毕业二十四岁 正是风风火火的 那个一心要做事情 要往前闯的那个年龄段 总觉得怀才不遇的时候 没有没有 那会儿也没觉得怀才不遇 就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劲 但是我有一个感觉 到了三十二岁以后 我第一个感觉 我不能熬夜了 这倒是真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 有啊 我常常碰见一些我们同龄人 他们说哇 年轻的时候 晚上 他们本来是说叫戳码 后来都不说戳码 晚上一剪一个片子啊 晚上一讨论个剧本啊 就没有力气了 他是这样 就是我 我感觉呢 就是你看我们那会儿 我毕业是留在东东院院 我们毕业搞行政 纠纷了 事故了 处理一晚上 没睡吧 第二天洗巴脸 该干嘛干嘛 可是三十二岁以后 哎呀 你要让我熬个夜 或者值个班 第二天 没睡觉吧 要接着干 那会儿困得 叫我说句话 叫困不欲生 连死的心都有 对万劲俱灰 就是那种金和神啊 就支撑供应不上了 第一个感觉 就是眼睛色 眼睛干涩 省不开眼 这个我们说人的体液 也是我们身体经的一部分 也是由圣经所化 你要熬夜呢 本来是养阴的时候 白天是养阳 晚上睡觉要养阴 你本来应该 滋阴养阴的时候 你没有睡觉 以前圣经足 还能供得上 到过三十二岁以后呢 那眼睛就干得不行 就睁不开眼 不仅眼干 而且还口干 一般的人的养生啊 男人开始关注养生 也是从三十二岁以后 老百姓就说话什么 三十岁以前人找病 人找病什么意思 冰天雪地脱光了 罗伯游泳 没事 让我在雪地里 撒点野 这个状态 可不是吗 你看现在 吹剑就不写这种歌了 绝对他写不出来了 对 三十岁以前 是人在那坐 找病 找了半天病 还不得病 肾气足 到了三十岁以后 什么 病找人 病找人了 这儿也不舒服 那儿也不舒服了 这时候人家开始什么 关心养生了 开始学中医了 所以皇帝内经 你给那些 三十二岁以前的男人 或者是二十八岁 你女人去讲 人家 这关我什么事 不关心 一般都是过了 这个生理高峰以后 力不从心了 就立刻有很明显的感觉 马上就有感觉 他就讲到这个 肾气衰 发跺子高 就是开始掉头发 四十岁 你看他说是五八 四十岁 我刚刚过了四十岁 五八就是什么 开始出现了 脱发 这个齿稿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经常说 这个木头没有水了 枯稿了 这个人的牙齿 是肾的 就是我们说 肾之鱼 骨之鱼 长牙齿 但是很多人 到了四十岁 就开始牙齿 变得什么枯稿 就是原来是有滋润的 甚至是 我们说是这个 齿无寒背 是闪闪 有点闪光的都 到这会儿就开始什么 干涩枯稿 有人甚至会变成那种 一原来咬核桃 一咬嘎巴 核桃碎了 现在再咬核桃 核桃没碎 牙碎了 吃稿 枯稿了 所以你很少见到 四十岁的男人 还就用牙齿开皮 没有这种人 那叫没起子 没起子 所以用牙去发跺吃稿 你刚才的确是这样 你说我们以前很少留意到 那些人的牙齿的光泽 年轻的时候 这个真的有亮的 齿如寒背 齿如寒背 我们叫明眸告齿 眼睛哗哗的闪 眼睛会说话 牙齿也是闪着光 对 明眸好齿 以前我们天天看这些字 从来没有认真 所以你在对应这句话 就看男子 丈夫八岁 他叫什么 发长齿根 对 到了四十岁 五八什么 法舵 持稿 对应一下吧 生命就是这么残酷无情 就是这么残酷无情 所以呢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我也觉得说 当我们能够从节奏上来看 来了这些事情以后呢 你也会比较充荣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男人 在这个年龄 四十岁时候呢 出现了脱发泻顶 这个除了脱头发以外呢 还还有的人表现出来呢 就是牙齿就在四十岁 差不多就掉了 这个呢 我们以后还会讲 就是说懂得养生的人 注意平时自己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他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他头发不会掉那么厉害 不会泻顶 他的牙齿很多人到八九十岁 一口好牙 这就叫懂得养生知道的人 现在皇帝内心讲的是 大多数取个平均值 一般的情况是这样 但是懂得养生的人不是这样 现在很多人还不到四十岁就这样 还有那些过度造自己的人 哪人到四十岁 早早的就要出现那种问题了 所以看来呢 这个问题啊 还是需要大家留意 好了 六八 阳气衰竭于上面胶 发并斑白 他这样六八到四十八岁 这就接近于我们那个半百了 那不是问齐伯说吗 年半百而动作皆衰 一般人的到四十八岁 接近五十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呢 阳气衰竭于上 人 男人和女人的区别 男人属阳 女人属阴 女人出现阳气不足 到了三十五岁 出现面食胶 发十多 这是正常的 因为女人属于阴性 她阳气本身就不足 男人呢 充满了阳气 所以她那个面胶啊 就是脸色发黑 上次你也说了那种发干燥 没有润泽的那个年龄呢 相对要晚一点 对 但是到四十八岁呢 这个阳气呢 也就到不了脸上 这时候呢 脸色会出现 焦黑皱纹的这些现象 这个所谓到不了脸上 她的 她的中 就是她的 不够用 我想问的问题 是不是她的出发地在肾 出发地不是在肾 出发地在哪儿呢 我们学这个女性的时候 她特意跟你说了 阳明脉衰 后来叫三阳脉衰于上 她指的不是那个 走元气的那个经络 她指的是走后天之气的 那个十二正经 她这个阳气 就是指我们的六腑 胃 大肠 小肠 膀胱 三胶 大 这六个 这些 这个六腑的消化功能弱了 我在上次说女性的时候 也说到这个问题 所以呢 消化功能弱了以后 她没有额外的力量 走到脸上 将来我们学经络 人的脸上有六个经脉 都在脸上 都是阳气的经脉 都是六腑的经脉 额头两个眉毛中间 是膀胱 眼角是胆和三胶 鼻子两边是大肠 整个覆盖在这个脸上呢 是足阳明胃 颧骨是小肠 基本上就这么个分布 所以整个脸 全是被六条阳经覆盖 所以当你消化功能好 阳气足的时候 你总是满面红光 或者是鹤发童颜 可是当你这个六腑的 消化功能差的时候 首先表现出来就是什么 满脸的这种焦黑 焦灰暗之气 我们形容了就说 这人跟来了没吸脸似的 脸上蒙着一层灰 通过调理以后呢 比如说注意治疗 要恢复它的这种 消化功能 这时候人呢 脸开始慢慢的变白 然后印堂开始发亮 这等于阳气有恢复 可以透过了解 这个中医的这个原理之后呢 从一个人的这个面上的 这个光泽度啊 等等等等 了解它的内脏的这个功能 中医讲望闻问切 望闻问切 第一个望是 我们叫望神 一打眼看的是神 有神没神了 神还在不在了 看的是眼神 我们说这个男女互相吸引 一见钟情 他也是个神 是那种我们说 四目一对 然后有那种心如撞鹿 然后有触电的那种感觉 它是一种先触动神 再产生了一种气 第一要望神 第二我们就望这种 整个这种脸色 包括你刚才说的这种 颜色的问题 润泽的问题 还有一些出现这种斑啊 点的问题 这都是我们望整的一个功夫 我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想请问 就是那个时候说那些女青年的 一看见自己喜欢的男青年的时候 哇一下子 脸上就开始泛红 从技术上来讲 这是什么原因 动心了 因为眼睛看到东西动了心 心又反回到脸上 动心了 我们说触动人的心的表现是什么 脸红 心跳 出汗 然后瞳孔放大 一看动心了 我听说 还有就是咽痛 紧张的时候咽痛过 咽痛 犯罪分子 一被抓进双规的时候 是吧 都开始咽痛过 这也 这也动心了 当一个女青年 眼巴巴望着你 该咽痛的时候 可以决定 动心了 所以 就是说 是不是眼巴巴时间长了 没有结果就会望穿秋水 望穿秋水 说的就这个东西吗 对 就是 秋水 带着人的眼睛 那他就讲 六八 六八四十八岁的时候呢 阳气衰竭于上面胶 发病 斑白 我想请问 为什么就说发病是两脚开始白 而不是后面也不是前面呢 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说经络的分布 人的头顶是督脉 两边是膀胱经 人的病脚呢 就是我们走的三胶和胆经 三胶和胆经 这个三胶和胆经呢 它主是我们在消化功能里面主化 就是把猪肉变人肉那个过程 这个胆经和三胶 它的根在哪呢 我们说什么 肾是水 对 肝胆是什么 肝胆是木 木 水生木 所以当人的肾气 肾经衰竭了以后呢 第一个表现是什么 肝胆的气不足了 人胆子大小 跟人的肾经有直接的关系 你知道人说打架吧 不和毛头小伙子打架 为什么 这些人下手没有轻重 胆子极大 等他老了知道轻重了 知道我该达到什么目的 有考量的时候 那会儿呢 身体已经开始摔了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的说 胆大 胆大妄为 以为呢 是个形容词 其实呢 是一个描述性的状态词 生理问题 有生理 有意思 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 来 我们一起揣度一下 你到底有胆子多大 国曲堂 继续和您分享 皇帝内经上古天真论 对面的仍然是 后浦中医血堂堂主 徐文斌老师 徐老师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年轻人胆大妄为 以前呢 我们一直觉得 这是个 每天都在讲 生理功能决定的 这是真的 你要引导他 你要把他引导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否则就容易出事 是不是就是翻译过来 就是说圣经族 胆呢 就为的那个胆子比较大 胆大的时候呢 做人呢就比较鲁莽 比较这个感 有勇气这样子 对 他们古代也做一些解剖 比如说三国寿那个姜维 说那个姜维胆子 就是超过 超他的胆子最后 就解剖下来 割下来以后 就超乎常人 就是说他有的 所有的人的表现出来的 形而上的那种思想情绪 都有他的物质基础 刚才我说了 胆是少阳 属于这个圣的孩子 圣经族 人的胆子大 另外我们以后还会讲 就是胆主决断 对 年轻的时候 说干就干 不计后果 就是冲上去 到了这个年龄 就是胆气衰了以后 就开始什么 优柔寡断 所以你看 搞公司创业的 很少有说四五十岁 出来做高官官网出来的 就算你有钱有经验 创不了业了 创不了业了 他就没有决断力了 另外有一个叫三交 三交呢 我们都知道 他是走元气的 这种元气 起于丹田 他跟这个圣经关系 就更加密切 所以从女性来讲 他的第一道皱纹 起在哪 眼角 眼角正好是我们的三交 和胆经的那个位置 作为男人 作为男人来讲 法病斑白 斑的就是我们这个病角 就是这个三交和胆寻形的部位 所以苏东坡说这个早生滑发 可能他说的就是没到四十八岁 被人折磨的这个也是自个儿也是 喝酒思考写思是吧 还有就是这苏东坡也是个多情的才子 所以他这种早生滑发的原因 也就是圣经浩劫以后 然后呢就是导致了这种胆的功能不足 我们说圣发为血之鱼 然后呢也说过圣其滑在发 就是圣的他那个表现出来的颜色 就在头发上 中国人呢得天地之照顾 得天地之惊奇 我们的头发是黑的 所以呢 圣其足的人是一头污发 外国人呢是其他的颜色 但是他到这个年龄呢 也会出现这种 出现灰白色头发的问题 那有些人天生出来 就白头发怎么办呢 天生有遗传的原因 我们说那种人他不是肾虚 他是什么 血热 就是心火太旺 血太热 所以如果一个人 不能说一看这人头发白 就一个原因 中医是讲辩证 你要讲他们互相的关系 所以我前段时间听那个 说那个这个面相的人说 说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的时候 就很多白头发呢 此人如果是老板的话 一定性情暴烈 对血热 就像你这种人 热血的热血 我一点脾气都不暴躁 我们公司同事都知道 都是我怕他们 他们从来不怕我 对 法病斑白 法病斑白 然后呢 像讲到了 七八 肝气衰 肝气衰 筋不能动 天轨皆 精少 肾肠衰 肾脏衰 形体阶级 这个肝气衰是怎么讲 它是我们先说了 就是肾的子是肝和胆 对 它先表现在阳性的器官上 对 不能衰退了 阳性是在外面的 它是外面表象就是什么 就是头发白了 对 肝和胆是属于 都属于木 对 阴在内 是阳之首也 阳在外 阴之首也 所以先是外面的 表现出来衰退 下一步就表现 里面的这种脏的衰退 所以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呢 就是肝 它本身的功能出现了衰退 而肝呢 它又是个什么脏呢 我们说它是个木 木是什么 生发的 对 是往上的 对 所以呢 五行里面有两对 一个是往上 两个是往上 两个是往下的 对 肝 木 往上走的 木头的木 心火也是往上走的 火性沿上 对 你的那个筋 是往下走的 嗯 肺 还有个肾 也是往下走 它本来是一个平衡 对 但是到了这个年龄段呢 原来那个生机薄薄 性质薄薄的那个肝 就开始出现了这种萎缩 萎靡不振的情况 诶 传说中这个肝组绿色嘛 因为五行没讲 对 那解剖来看 肝是轻的吗 胆是轻的 胆 胆汁啊 轻绿的嘛 对 那肝 是绿色的 肝是红的 肝是红的 藏血的嘛 藏血 对对对 我们说的五行 所以呢 他讲的肝胆 嗯 它对应我们身体的是筋 嗯 这个筋就是我们 包括说我们说的肌腱 啊 这个筋呢 就是橡皮筋的那个筋 橡皮筋 筋骨的那个筋 对啊 这个筋表现 它的筋的作用 我们说 木曰取直 嗯 就是说五行里面木 它是一种什么性质呢 大丈夫能屈能伸 对 就是这个风吹来了 我树弯倒了 风过去了 我又挺直了 所以正好跟我们这个 有弹性的筋 是对应的 一个性质啊 所以呢 需要发力的时候 那个筋绷起来 需要放松 筋呢 松下去 另外呢 肝 我们说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它是主输血 什么叫输血呢 嗯 就是疏导 开泻 嗯 它跟男女的这种性的功能 嗯 有着密切的关系 比如女性要来立架 嗯 都是什么 干血 尝到一定阶段以后了 忽然一泻 嗯 开闸 哎 血就出了 嗯 它主负责男人呢 男人的阴镜 就是它的性器官 嗯 中医有个特殊的名字 叫宗金 哦 祖宗的宗 筋骨的筋 因为它这个器官呢 也有跟木一样的性质 大丈夫能屈能伸 就跟木头那样 哎 它是需要用它的时候 它勃起很坚硬 对 不需要的时候呢 它又很放松很软 对 所以这是干的功能 也就是说正常的干的功能 到这时候呢 到了这种年龄段的 干 不行了 所以这种输泄功能 也就差一点 所以那些有经验的老先生 去治阳尾 都是天条干 在补肾的 哎 现在人都都在胡乱的用中医 现在用的很多补肾药啊 我告诉你 都是催心火的催育剂 哦 本来这个我们说的阳尾 它是经漏的太多了 人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功能 歇会吧 嗯 别折腾 别折腾 不折腾啊 身体折腾 对啊 但是呢 这个人非要说 让他起来折腾 所以吃了很多春药 这种春药 其实都是催 肝的气血和心的火 让他再起来 这种就是加快自己死亡的速度 所以真正老中医治疗阳尾 嗯 是调肝的 治疗枣蟹 是补肾的 哦 因为他漏了 那是我们要补肾 他起不来 我们要调肝 或者有这种人是反面啊 叫阳强不倒 他起来软不下去 也得调肝 所以起来和起不来的事 要治肝 对啊 意思就是说 一个是我们 连接骨骼和肌肉的这个肌腱 这个筋 对 他出现了失去弹性的问题 对啊 我们现在很多人一拧脖子咯啦咯啦响 筋不能动啊 还有人会出现一些骨关节病 一爬楼梯 或者一下楼梯 膝盖就疼得不停 疼得不行 他倒不是骨头磨损了 他是附着连接固定 就是我们那个骨骼的那个筋 肌腱出了问题 到这会儿呢 就出现了衰退了 所以我建议这会儿的人呢 到这个年龄阶段来吃啥呢 嗯 你猜猜 就是炖点牛蹄筋 哎 是吗 蹄筋 你看啊 蹄筋怎么做比较好吃 就对身体也比较好呢 我发现回眉馆子 嗯 做蹄筋做的特别好 因为什么蹄筋啊 它这个味儿特别不容易入味 所以到这个年龄段的人 别下去补肾 或者一些筋啊 我们说这个肌腱 不论男女 出现了一种筋的问题 多吃点蹄筋 最好吃的就是鹿蹄筋 你看那个鹿轻盈 跑起来那么快 跳起一步那么高 什么 什么在其中有金 哎 就前两天呢 我跟那个肖启红老师 然后他讲到这个 肖老师讲汉字 他讲汉 讲的灰尘的尘 嗯 他说灰尘的尘呢 上面呢 就是这个鹿 嗯 梅花鹿的鹿 下面是个土 他说 以前的那个 那个这个土啊 哇 翻得很高呢 是 专门是鹿这种东西 弹 那踩在地上才会有的 那叫尘 那为什么呢 你刚才说 我回音想起来了 就是鹿跳得高 所以这个灰尘呢 才能弹起来 这呜呜呜呜的那样 卷起一记烟尘 绝尘而去 绝尘而去 还是说明人家筋好 肝好 对对对 再往上当 还是善好 哈哈哈哈 哎 说回来呢 筋不能动呢 就是这个 七八五十六岁的时候啊 一个很注意的 是不是筋不能动 还有个问题啊 很容易骨折 不是 哎 筋的 它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作用呢 就是固定骨骼的位置 对啊 我们现在很多人说 这个人 什么 业绩不突出 是工作不突出 绝尖盘突出 为什么绝尖盘突出 绝尖盘 它其实是一个软骨 这种软骨 我告诉大家 这个软骨 介于筋和骨之间 它是什么 就是 就是固定 我们这个 腰椎的边上 这个肌腱 它失去了弹性 不能适应人的 过度剧烈 或者是 奇怪的这种 姿势的改变 结果把那个东西 就出来了 所以筋不能动呢 伤的很容易 就伤到骨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骨呢 我们现在很多人 就瞎吃那些 补药补钙 我说这跟地理 湿化肥 没啥区别 它补钙补的 就把骨头补得脆了 骨头倒是很硬 但是什么 失去弹性 就摔一跤 喷 原来摔成一截 就现在能摔成好几截 摔成粉状 摔粉碎性骨折 所以这个东西呢 所以我们讲的营养 还是从食物里面的 去调养它 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选择自己 适合的食物是最好的 最好不要乱用药 所以这个 是不是 你刚才说到 这个腰椎肩蛮突出的人啊 可以适当的 多吃一点提筋 腰椎肩蛮突出的人呢 也要因人而异 但是我临床碰到的 都是先出了筋和肌肉的问题 才伤到骨 然后它的天轨结 筋扫 肾脏衰 形体皆急 天轨结呢 就是说这个 我们一般指天轨 就是性格尔蒙嘛 天轨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是天赋的 我们本身 圣经化生的一种物质 或者说是它的能量 促进我们这种性的功能的 保持我们性功能的 这么一个 什么什么东西吧 这句话呢 按考证来说 它应该放在八八 那为什么放在七八八呢 这就是说古代皇帝内经 它写在竹简上的 万里哪个好学人 把牛皮筋肉翻断了 这根棍掉在下一根上 那个人又不懂一接 接错 所以读书 它有一个要认错别字的问题 要认通假字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要认识错简 它这儿这个七八呢 应该讲的是肝 到了八八讲的是什么 最后藏的那点筋 就是肾 你看他说是肾 对 所以应该是八八 八八肾脏衰 金嫂肾脏衰 天鬼节 最后呢 出现了什么 到了八八 男性 八八六十四岁 六十四岁 到这个年龄 我们说过了一瘦了 过了一甲子以后呢 这个人基本上就 金子的树木 金子的成活率 金子的活动度 基本上就 搞一段落了 从此呢 也就没有什么生育能力了 前面那七八的时候呢 说明他这个性的功能 衰竭了 金不能动 也就是说 不能行人道 或者出现了我们说的 那种阳尾的问题 到了八八呢 干脆就是连子弹也没有了 前面还是说是 有子弹还不能发射 没准人他通过 现在科技手段 做人工受精 还能怀孕 到了八八呢 干脆制造金子 打功能就没有了 打这会儿呢 就是人生的任务 搞一段落 那到底还有没有可能 再重新焕发生机呢 稍微休息一下 大家 是的 重新发现 中医太美 大家还是回来到 国学堂 梁东和徐文斌老师 一起来 讲到男人的 八年为的生理 周期刚讲的七八八八 八八 就是八八六十四岁的时候呢 则此发去 圣者竹水 受五丈六腑之金而藏之 故武战胜 乃能写 什么意思 刚才我们讲了 就是说第一 他没有生育能力了 就是他的金子的问题 另外呢 到了这个阶段呢 就是不光是掉头发 掉就是牙齿枯稿的问题 到时候持法进去了 一张嘴没牙了 或者我们现在的老年人 到这个年龄一张嘴全是假牙 头发也掉得很稀疏 基本上掉光了 即便没掉呢 也全白了 对基本上对 基本上体验了 拿在手上刷牙的感觉 左手一只牙 右手一个牙刷 这就是身体 我们说那个圣经啊 圣气不足的一个表现 但他说八八折此发去 圣者竹水 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讲到这里 圣者竹水呢 这就是我们讲的 五脏的跟五行的对应关系 对 就是说我们 把五脏对应木 嗯 火对于心啊 金对于肺 然后皮对于土 那个圣竹水 那为什么前面都不提 突然的这一句话 到八八的时候讲圣竹竹水呢 这个呢 就说维持我们这些生长发育 生理就生殖功能的 就靠着先天的那点金 这个金呢 我们讲的叫先天之水 嗯 它绝对不是我们喝的 后天的这个水 这个东西 举个例子 与我理解 就像地球的这个石油一样 它不是说 我在这 在练点石油给装下去 那不行 有就是有 它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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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几十 几十世纪 这样堆积下来的 这个水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金的化生出来的 这种体液 而不是喝进这个水 很多人都说 哎 我要喝多喝水 补液体 我说对不起 您可能补的都是邪气 为什么呢 这个水如果不经过 你的消化转化的话 它跟圣竹没法结合 变不成你的体液 很多人喝一肚子水 光光的一摸上去 没消化 很多人喝完了就尿 结果还伤肾 这个肾竹水啊 我们讲颜色 您刚才说了 干 青绿色 对 我们说青 青在古代包括两年 一个是蓝 一个是绿 绿色啊 新赤色 红色 对 那个皮 土色 黄色啊 肺白色 对 肾 黑色 那我问一下 这水是什么颜色 对啊 水为什么是黑色 对啊 你刚才说石油倒跟这水挺像 黑的 对啊 所以说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的水是黑色的水啊水是无色透明的大海是蓝的为什么你说中医说水是黑的这呢我们说黄河之水天上来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说地球上之所以有生命是因为天地它有一个交流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水为什么说是黑色呢是因为这个水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水我们知道黑云压成成欲催 所以云是什么颜色黑色的黑色的所以这种基云蕴含了大量的水它降到地下天上的水降到地下地下的水再变成气蒸腾到天上这时候就完成了一个天地交流的循环有了这种交流才产生就是天地的直气阴阳的交流才产生了生命 地球上为什么有生命 其他星球上目前没有生命是因为地球上有这种阴阳的交流 所以我们身上的水从哪来 从肺来 不对 不是吗肺不是主降素降吗 哎 我们身上水从哪来它肯定也是从天上来对不对 人是天地的产物吗 我们也是个小宇宙小天地 人的水从哪来 我们的水存在哪 我们的天在哪 哎 我们天在哪 在哪呢 问你呢 我这 那好吧 我想天 既然天 天那 是不是头脑呢 对了 脑髓呀 哦 真的 精髓 我们经常说精我精在哪 我告诉你 精就是你的髓 就是我们骨子里的东西 就是你的髓 脑髓 脊髓 骨髓 这是我们的水 那是黑色的吗 哎 转化的过程呢 就是我们身体 肾经转化成气 转化成液的过程 所以他这句话是对我们整个生理功能的一个总结 就是说为什么男人到64岁 没有精了 然后持法接去了 是因为什么 原来我们的肾尝了很多的这种精髓水 肾煮风肠 对 现在慢慢这么多年消耗的漏光了 所以还会出现了这么一系列的症状 言外之意呢 你如果节约用水的话 嗯 您就不会出现 而且呢 呃 这个东西啊 你讲到这里啊 我就越发为我们的地球感到担心了 嗯 那你看哈 其实地球这个石油啊 很像中医里面讲的这个圣经 它是原来的地球几亿年几亿万年 展现的 展现的那种东西 而且呢 你看地球的那个 你从石油一拆开出来之后吧 嗯 它就会变成地球变暖 所谓的地球变暖 其实是地球表层的那一期 变暖 地球下面呢 其实是冷了 反而空了 反而空了 于是呢 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天灾啊 实际上呢 就跟人的身体啊 这个圣经透支过渡之后 人很容易病一样 真的啊 你看那煤炭也是黑的 啊 所以所以为什么以前佛家讲啊 这个说不建议人们用烧煤炭呢 说那个东西叫结灰 哎 说不能 就是你说古代的人 也肯定也知道煤可以来烧的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中国古代人不怎么烧煤呢 所以呢 那叫受五藏六府之经而藏之 故五藏圣乃能写 他这个是通雅字 通雅还是谢 这个就说到了藏府的关系 我们说呢 藏是藏于内 藏而不屑 辅是呢 传化物而不藏 就是一个阴一个阳 但是呢 到了生理的这种逐渐的衰老 其实就是把 先说肾藏藏的精髓 然后把其他各藏藏的那点精 慢慢都拿出来用 慢慢消耗 人的生命呢 也就逐渐的终止了 所以呢 就是说圣者诸水呢 前面讲的就是 当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有个水塔 对 五藏圣乃能写 金五藏皆衰 筋骨蟹舵 天鬼静矣 故发斑白 身体重 行步不正 而无子耳 无子耳 这就是对 对我们这个 英雄末路 美人耻目的一个概括 这时候呢 你看它出现了几个问题 一个是呢 行步不正 对 行步不正呢 我们现在现在医学有个诊断 叫小脑萎缩 就是小脑萎缩 小脑是负责人的 这个平衡的 嗯 这时候呢 如果是一个脑髓 我们说精髓消耗过多 或者是 经过了一些 不正常的消耗以后呢 小脑萎缩呢 这时候人走路呢 就不能保持一条线 不能保持平衡 这也是一个 肾衰的一个表现 所以说为什么肾阻 这个骨和脑髓呀 嗯 现在你说小脑萎缩 肯定就是 那这个道理就很简单了 对对 那就是肾气不足 他自己就没有 撑不住了嘛 撑不住了嘛 古代人 他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诶 那说到这个地方呢 那我想起了 他里面讲的 故行步不正好 就是 薛老师 那 那这样说 说来的话 那其实我们每个人 生下来就是有一 有一贯气的嘛 就是像这样说的 有神经 有神经 那有没有办法能够 往里加呢 有啊 你吃的饮食 我们吃五谷 就是把植物的精 转化成你的精 储存起 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差别呢 有啊 有跟先天后天 不一样的吧 先天你有 嗯 但是你给你的这个转化的 我们说转化的 把外面的营养 转化成你的精的这个元气 嗯 就是你说这罐气 嗯 就是说你在吃饭的同时 饭也在吃你 此话真讲 哎 你看风景的时候 风景也在看你 就是说 我们把食物 猪肉转化成人肉 把五谷之精 转化成我们的脂肪啊 骨髓 这个过程 是消耗我们的三胶的那个气 嗯 叫元气 你吃的越多 消耗的越多 但是人呢 他有个生理高峰 在男的32岁之前 你是什么 转化的多 消耗的少 所以这种平衡 你还是在 往这下 对 在进来 在长个儿 在长壮 对 过32岁以后 你还在吃 还在转化 但是呢 漏的多 补的少 这时候人就成为下降的趋势 转化能力变差了 转化能力和吸收能力都差了 这个转化能力就是消耗的我们的三胶先天的元气 所以我们说 说这个人连坡老一上能饭 一看这个人能不能还打仗 还能不能长胜 你看看这是饭量怎么样 如果这是饭量 哎 我能吃饭 而且呢 能把我吃的饭转化成我的精气神 这个人年度百岁没问题 但是那个连坡呢 他这个皇帝本来派人考察 说看这老将军能不能吃饭 这个家伙是个奸臣 受人指使 一看连坡呢 还能吃 但是后边他家里去 他说他吃的倒是不少 但是呢 一吃饭三仪式 吃一顿饭 上了三趟厕所 意思是说 光能吃 不能吸收了 结果还是没用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饮食 一定要这个饮食 也是同时消耗我们元气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前面我们说了是情欲 这种性的行为 下面呢 以后我们还会讲到饮食 很多人是什么 暴饮暴食 而且呢 吃了很多没用的东西 然后呢 本来人吃的已经挺好了 已经知道饱了 不想再吃了 但是他们怎么办 就加一些那些刺激的佐料 多加盐 多加胃精 然后再把胃口刺激开再吃 这就跟那些没有性能力的人 在吃上春药 一样去干活一样 把人的这种消化能力 够透支了 所以道家有个观点是什么 人的一辈子吃的饭是有定数的 早吃多吃 你早完蛋 慢慢吃 悠着点吃呢 你活得长 这就是我们说补充圣经的方法 一个不要让他漏 另外一个 从我们的饮食里面 尽可能的 高效率的 把吃的那个东西 转化成我们的精 去冲添我们的脑髓和骨髓 而这里面 排在第一位的 就是我们说的五骨之精 可是现在人你看 都吃肉不是饮 不吃主食 一说我要减肥 我不吃主食 行 整天是黄瓜 茄子 西红柿 然后肉也不吃 最后呢 主食根本不吃 减来减去 先将 先伤筋 后伤神 一个个 不是厌食 就是抑郁 所以你看着 有些女青年 一坐下来之后呢 以减肥为名 就晚上吃水果 好像呢 满健康 五果为助 它一点也不健康 听说那个水果 我们说 分析一下 植物啊 都是把它最精华 不论植物和动物 都是把它最精华东西 放在哪 种子里面 种子里面 所以你看母亲怀孕的 胎儿肉缺钙的话 母亲可以掉牙 她可以脱钙去给孩子补 对 这是一种天赋的伟大的牺牲精神 植物也是这样 而那个水果 它最精华的地方在哪 水果种 在水果的种子 是它里面 苹果里面 那个苹果的那个核 那个种子 绝对不是在它外面 那个肉 它那个苹果肉 做那么好吃 那么酸 那么甜 那么看那么漂亮 为什么 吸引你们这帮动物 去吃 吃完以后 拉肚子 顺便把它那个种子 吃到肚里 正好作为肥料 给人那个苹果 去生长发育去了 所以苹果繁体姿 是草的头 底下一个频繁的瓶 吃话真讲 频繁的拉肚子 这是天地造化 我们现在还乐呵呵 在那吃 吃苹果呢 是伤害你自己 另外那梨 梨者利也 吃完也拉肚子 吃水果就是这么做 真正懂得吃果 人是吃硬果 坚果 你看植物都把它最精华东西 宝贵东西 包裹在那个硬硬壳壳里 不让你吃 哦 有有有 好了 今天呢 又是憨快淋漓的 你不小心的跟徐老师呢 又用了一个小时 聊了18283848586888 嗯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 国学堂之上古天真论 下周我们同一时间 这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